大奔 你说我见到他 我该咋说 该咋说咋说呗 大奔 你看我发型怎么样 老硬了 西装怎么样 老挺了 皮海怎么样 老亮了 我人怎么样 老了 你不老不老 你就是小闲友 我就要个债嘛 怎么整得跟搞对象似的 此言差语 张洪爽张总 那跟我是多年的兄弟 我就这么唐突的跟他要钱 是不是显得有点特别的唐突 你要怕唐突 你先给他打个电话 喂 他说啊 他说对不起 你看 他是不是说没钱还你 不是 他说是您不打的电话 已关机 那他就在跑了 那现在咋整啊 他咋整 赶紧到他工作堵他去呗 那快把加鞭吧 叫 哎呀 不得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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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张总办公室吗 人呢 卡锭 卡锭 咋把二十万呢 二十万咋的 二十万对我来讲 那就是我的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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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总 嗯 你看 这是啥 保险箱 没带走 走 下 他是扳不动 那个山豹 万一里边 有点啥呢 这是保险箱需要密码的 咋的我一句话就能打开啊 这么开门 能开吗 全是钱 查一查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个 做糙面 八拍干出来了你这家 那你你你你你数 那数钱加个二三四五六七八的数 三二三 是不是言计懂 数完了 数了 那我们该咋办 拿钱 滚蛋 那不是偷吗 怎么能叫偷呢 他不欠你的吗 他欠我是二十万 那不是十五万 拿点 试点 一会儿要是来人看见 那就真成偷了 我怎么听着还想偷呢 哎呀 有人吗 张鸿爽快递 麻烦签收一下 这是啥 张先生 你自己买的什么 你自己不知道吗 我就跟你开个小玩戏啊 你看我的 这是孩子 什么手机嘛 八千 别巴巴了 付钱 快递小弟 你长得真的很可爱 你知道吗 你好年轻 你有十二岁吗 能配包 不能 漂亮 怎么付 手机付也行 扫一扫 好嘞 撒 哎 心怎么这么痛呢 要钱一般家没要着搭八千 怎么没要着呢 咱们钱不是在这儿呢吗 不是我总觉得这不好 怎么不好呢 咱们把欠条放里面 这不就好了吗 就这 他欠他五万呢 五万吧 哎呀贾总都杀死我了 拿点事点快点 哎呀 这辣子我就觉得 你始终觉得这个是 哎呀 哎呀 哎呀我这良心呢 哎呀 哎呀这痛呢 哎呀我的妈呀 哎呀我的妈呀 还有没 没有 我钱钱放给他 把门过来上 哎呀 哎呀我心里真的好难受 你知道吗 但是我这脸上为什么想笑 赶紧走吧 一会儿又来人了 走 有人 有 请问 哪位是张总啊 你是啥的 我是来还钱的 您就是张总啊 我是当事 我是翻总公司 新来的财务 他年前啊 欠了您五万块钱 现在让我给您送过来 巴扎黑 哪点 现金哪 钱已送到 再见张总 哎呀 老天怎么对我这么眷顾吗 一人死去不让人 现在钱齐了 齐啥了还差八千呢 咱俩要再不走 就真走不了了 你等等 不紧手 我看我能不能 把那八千等来 你疯了 有人吗 音乐停 送钱来 干啥 要钱 音乐起 什么个纸念 不是 您让我们来结 上一个工程的尾款吗 我 不是张总吗 我 这种局面我就不是了 你不是张总吗 不 咱走吧 走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收条我欠了 麻烦 快走 张总 再见 好笑不好笑 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姓张 那有很多 张学友 张曼玉 郭德纲 我这么说 你能明白吗 明白 我们要找的张总 叫张洪爽 你也姓张 但你不是张洪爽 对不 我说的这么晚 叫你一下就给履职了吗 咱走吧 走 张洪爽先生 刚才呀 发票我给您了 发票您收好 没发票 报休 刺激不刺激 你听我跟你憋 要跟你说啊 我不是张总 张总也不是保险柜 当三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个音乐 响起的时候 一个快递小哥 带着十二岁的笑容 我就八千块钱 低一下子 然后就 永远不朽了 然后又进来一个 快递 快递 一个心眼 二的八糊 三洋开的四几平凡 扔了五万 我知道你们现在都很忙 所以我这故事就这么长 你有能力再给我履职了 你也是来管张总要钱的 他不在 你也没要到 是不是等钱回家过年呢 咋 咱们一样 我们工友也等钱的 别上火 有钱 付着过 没钱 没钱 少着过 咳咳 ANG 咳咳 ANG 邦总 张总 走 站住 粑 我就是张轩 张红爽 是不是很悬疑 剧情是不是跌宕又起伏 差点多少钱 围馆不是二十万吗 漂亮 多一分我都没有 那才巧呢 来了 给公友发了 告诉他们 今年咱们负着过点 谢谢张总 谢他干啥呀 他给你们拜个澡眠 谢谢 你咋的 拜文神呐 咋时候走呢 不是你咋叫的呀 你怎么能把我们钱给他们呢 你给我闭嘴那是我的钱 是你的钱 你的钱也不能给一包农民工啊 什么农民工农民工 你这俩地包天的脸 你这都农民工农民工的 农民工是你说的 农民工 我告诉你 方方面面脚脚落落 城市里的幸福 哪一个没有农民工的影子 农民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就盼着回家过年 过个负年 有点钱 但没钱他怎么过 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 谁也没有资格欠农民工的钱 你现在该上点火 咱俩咋整啊 咱俩咋整 你是傻的 咱俩现在应该走了 你再来人你搭不起了 走吧 咋 咱俩 贾总 咱俩 张总 咱 什么事 心跳 走走走 哎呀 我手机坏了 一个礼拜 我自己都不知道 多少人找我都找疯了 我跟刚才买了一个新的 然后可能 马上一会儿就送过来吧 送来的 你帮我收了 八千 谢谢啊 贾总 等着急了吧 我一看你就等着急了 你要不着急 你不能到我这来 是吧 我跟你说 我这一年到头啊 我这生意做得好像挺大的 到年底一算账 啥钱也没挣着 所以我就行的呢 我先把你的钱还上 一会儿呢 再把农民工的钱还上 这样呢 我给你准备现金了 十五万就在保险柜里呢 一会儿呢 我拿手机呢 再给你转五万 你咋不说话呢 你信不信 给我留一个标点符号的时间 我这小话 我扒我的蛋 你信不 你想说啥 我今天来啊 你别说了 我给你拿钱吧 哎呦 我这小臭脾气啊 呀 我钱呢 哎呦 我得赶紧报警 我钱没了 钱没了算啥 你条不在呢 条 啥条啊 等你笑喘犯了 我的保险柜 你咋打开的 看我嘴情啊 芝麻开的 就这保险柜 都不关着呢嘛 然后我跟这家 五五杂杂 我叮当 我就在 我说芝麻开门 拔开了 你说这好笑 不好笑 你的意思 我花六万块钱 买保险柜 你一句芝麻开门 就给干开了 可幻不 干啥 干开 但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只有抱着 试试看的态度 好嘞 给点面啊 你许愿呐 芝麻开门 没开 尴尬啊 芝麻 芝麻 小芝麻 让他回去 让他回去 芝麻 芝麻 芝麻你开门 你赔点面的 芝麻 你上边拿 看啊 这才开呢 妈呀 原来你是芝麻呀 不多了 那小兵啊 我再给你转五万啊 来 搜码 走一 喂 潘总啊 五万块钱 送过来了 收了 哎呀 你不给我还能怎么的 那我还能上你家去 把你保险柜撬 给自己拿呀 然后再说来 芝麻开的门 那是人干的事吗 你俩 干啥呢 找地缝啊 你不有芝麻能开门吗 对 你有芝麻 买火的 行了 行了 起来吧 我跟你说 二十万 我看清楚一个人 哎 先拿钱赶走啊 行 我啊 我还是就干正事呢 农民工钱还没还呢 行了 那农民工工钱 我给你还了 什么玩意儿 你不约着农民工过来吗 过来 这跟你要给人 结了工程尾款吗 然后你保险柜 芝麻不给干开了吗 然后里边不十五万吗 然后又来个 快点 不论我是谁 就拿了五万吗 这不二十万 凑好了我把我二十万我一 我咔嚓我就 说哈了嘛 那咱俩那个 咱俩什么呀 咱俩他不就轻了吗 你还 什么呀 你就是个好人 我告诉你 你心里边干净 还能想着农民工 我跟你说 真的不漏 咱俩应该拜靶子 咱俩谁大 你大 我是你爹 我是你哥 哥 你在那等着啊 我先上一趟饭店 你上饭店干啥 这拜靶子还白桌呀 不是 我欠人一年饭钱了 不讲诚心呢 我得给人还上啊 哎呦我的弟弟 你开啥公司 饥荒公司啊 你能拉多少我这一天天 咱俩 读完了 心情特别好 咱俩就怀着个愉快的心情 上路吧 咱俩 咱俩来 干啥来了 找张总拿钱呢 钱呢 不是 谁也没有资格 欠农民工钱 不是给人都兜走了吗 在哪呢 不是保险柜里吗 还在哪 保险柜里的芝麻 开的门 十五万 来个啥会计 光又给五万 二十万吗 钱呢 农民工 农民工吗 在这回家过的大团圆年 咱不能欠农民工的钱吗 在哪呢 保险柜 保险柜 芝麻 开门 会计五万 怼上 钱呢 农民工 算了